好 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的 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你不用看别人脸次了 是啊 尤其像你 没事去来跟自己老板顶个嘴 没事还打自己老板 我哪有啊 你还没有 光你打我就打了多少回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招惹我呀 你这种女人呀 太可怕了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这种女人啊 真的招惹不起 太可怕了 你再说 怎么了 摆脚了 我就跟你说了嘛 出来玩还穿高跟鞋 我为什么要穿高跟鞋 还不是因为你说我不像个女人 容易吗我 怪我 怪我行了吧 走 去那边椅子上坐会 我最后一次来游乐园 是大一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特别开心 无忧无虑的 你呢 我从来没来过 真的假的呀 你不是北京人吗 你有童姐吗 小时我爸妈光顾着吵架了 根本没时间离我跟泽秀 后来慢慢长大了 也就不想来了 可怜死吧 接疼你 讨厌 哎 你知道吗 其实有好多香港人啊 都没有去过自己的 迪斯尼乐园的 知道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有时候 一个地方吧 它就这样搁在那儿 你随时自己都能去的时候 反而就觉得它不重要了 就忽略它了 再说我也不喜欢来这种地方 太幼稚 包中生才来了 不是 这种地方怎么了 别怕自己说得那么老成嘛 七老八十也能来啊 再说了 我觉得人不管活多大 都要拥有一颗童心 你看我 三十多岁了哪下来 还童心呢 你那就是要没心没肺 没心没肺怎么了 那也好过勾心斗脚吧 我觉得像我这样 没心没肺 活得特别开心 傻丫头 啊本来就是嘛 哎呀 哎你知道吗 我曾经就在想 等我以后有了男朋友 我就一定要让他跟我一起来玩那个大同锤 什么意思啊 那我以后可玩了 玩什么了 我得陪你干多少那么幼稚的事啊 这有什么幼稚的多好玩啊 干嘛不愿意啊 愿意 我告诉你啊 反正墙扭的瓜不甜 我不会没墙里的 我愿意 我真的愿意 你发誓你是自愿的 我真的是心甘情愿 发自废服的 怎么不信呢 哎你看你看 你看那上面的人笑得跟傻子一样 你看脸都变形了 多意思啊 你看着我干嘛 你是不是觉得我像傻子一样 真的 你看他们呀 你干嘛这么多人亲我啊 这么多人走了 你说我女朋友还不能亲你了 对不能在这儿亲呀 哎别碰我啊 哎 阿姨啊 哎 水管修好了 不会再漏水了 哎呦太好了 哎快进来歇歇 别别别 我再把灯弄一下 好好好 哎这是你女婿啊 呃现在不是吧 算是准女婿 这小伙子可不错 老鱼 你太有夫妻了你 哎 到时候结婚的时候 你们都得来喝喜酒啊 通知我 一定通知我 那当然 阿姨 哎 灯修好了 全都亮了 哎呦 快 进来阿姨给你削苹果吃 行 我把摊收一下啊 好好好 哎 我呀先回家了 我家里还有点事 好好好 通知我记着啊 好 必须的啊 哎 哎 妈 叶勇小信来了 我跟你说个事 我呢 决定跟林子峰在一起了 小豆 甭听她家说啊 没这回事 阿姨绝不会同意 他们俩在一起的 啊 小新啊 你跟我说清楚 你跟这林子峰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清楚了吗 我们俩在一起了呀 哎 你是 你这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妈吗 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 啊 我跟你说过 我不同意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妈 我不是争得你同意的 我就是告诉你 这已经是事实了 我就是爱她 我就是要跟她在一起 不同意也得同意 哎 你放着这么好的斗男 你不要 你非要跟这个花心的林子峰在一起 你 哎呀 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林子峰 林子峰他为了我 连公司都不要了 你知道吗 他有公司的时候 我都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更别提他没公司了 你和他在一起 你喝西北风去啊 喝西北风就喝西北风呗 我不在乎他有没有钱 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的 我就在乎我们俩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你这孩子太单纯太幼稚了 他对我是真心的 不会骗我的 他对我可好了 哎 我说 你当着斗男的面刚才你说这个 人家斗男心里怎么想啊 明明是跟斗男谈恋爱呢 你现在蹦出一个第三者来 孩子 咱家可是清白一辈子了 这传出去 人家怎么看咱们呀 还不笑话死 第三者第四者呀 我会跟斗男解释清楚的 妈 你女儿的幸福重要呢 还是你的面子重要啊 你 这个人真的是你女儿 很爱很爱的 所以我也希望 你能够接受他 你这孩子真是不可理喻 我就这样了 你爱受不受 小夕 吃饭了 我不饿 不想吃 我今天做饭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我也不想吃 行 也不吃拉抖 谁饿谁知道 哎呀 反正我不饿 干嘛不吃啊 干嘛不吃啊 哎 妈 你在这儿干嘛呀 你在这儿干嘛呀 我要吃饭 妈 你不是不爱出去吗 你就在里面吃了 我告诉你啊 饺子馆我让别人帮我看着 我就在家盯着你 你哪儿也别去了 就算你不喜欢林泽峰 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那什么意思啊 除了林泽峰你找谁都行 趁早死了这份心啊 今天菜好像有点咸 妈 你开门啊 我门干门 妈 你开门 给我报警了 妈 我告诉你别摔门啊 说了多少次了 咱们家门都让人摔地了 我要上厕所 咱们家门都让人摔地了 咱们摔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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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说得很明白了 我不会同意我女儿跟你在一起的 阿姨 我对小欣是认真的 你给我个机会吧 你赶快走吧 我不想让人家小豆误会 就是没有小豆啊 你也不是我们选择的这个对象 啊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她很单纯 没有受过什么挫折 她要嫁就嫁一个啊 可以让她安心 给她稳定生活 给她幸福的好男人 我知道您 您对我一定有很深的误会 你别解释了啊 你回去可以找你的那个前女友啊 阿姨 我跟原来那个女的 我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 真的 我现在心里只有小心 你找谁都行 就是别找我女儿了 你是个明白人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走吧 你赶快走 走不走 不走啊 行 你这儿当保安吧 我们这儿啊 小偷多 你看着点啊 感觉 怎么是你啊 你从哪儿上来的 我爬上来的 那么高多危险 你吓死人了 你怎么这样啊 快点啊 人在想你嘛 我才不怕呢 就算再危险 也不能阻拦我 你对我真好 不是 我跟她换衣服 你看见了吗 没有 还好我还没脱呢 吓死我了 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好呀 好了 我妈呀 对不起啊 你看我妈现在每天把我锁在房子里 害你只能爬窗户了 哎 别说什么对不起啊 其实我都能理解 谁妈不愿意自己女儿找一个 稳定的 有本事的男人啊 来 千万别为这段小事 给你妈吵架啊 我不会的 我就是怕你心里不舒服 不会 等过了点时间 我好好跟你妈解释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那还不是应该的吗 今天晚上别走了呗 我不走啊 那 那你妈进来了怎么办 看见我在这儿呢 你还赶紧睡觉了 再说未明那么黑 你爬下去多危险啊 明天天亮着再走 我妈就见到她起床呢 别走啊 行行行 我不走了 明天你妈起床之前 明天我再爬下去 看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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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这么晚 我来 是想告诉你 我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我要做能给你幸福的那个男人 不是 你 你先不要着急拒绝我 我们认识那么久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你应该有更好的男人爱你 我 就是上天派来的男人 我 爱 你 干嘛你 谁让你点我的 给我站住 快跑啊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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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这么早 小心 开门啊 小心 你怎么门锁上了 你怎么说话呀 睡觉呢 门怎么 这不行 你怎么给锁上了 快点 快点 给我开门 这也不行 快开门 妈 我睡觉呢 你别敲门了 我们那儿走了 你自己小心点 怎么回事啊 这事 开门快点 干吗 我 我睡觉呢呀 刚才谁啊 什么谁啊 我怎么听见一个男的说话呀 门门 你看门 不是 不是 你让我看看 我的声音 我在睡觉 我的声音有点眼呗 怎么又两瓶水啊 不是 我 我自己不能喝两瓶水啊 你晚上没睡啊 我 我 我就在这儿睡的呀 我 行了 妈 你出去吧 你这窗户怎么开着呢 凉卧 林正风 给我站住 小子 别走 小兴 你怎么这样啊 小兴 你怎么这样啊 妈 你还把人给我抄进家来了 你等着 我回来再给你算账 妈 我 完蛋了 完蛋了 你别站在这儿了 我妈下来追你了 你快跑啊 小兴 你等我一会儿回来接你啊 你别管我了 你快跑 你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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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你 孙伯 你给我站住你 你别跑啊你 你 余姐 你这儿个忙什么呢 跑步还练头大 我这儿抓 抓坏人 坏人 坏人在哪儿呢 姐 抓马真意你 那干什么呢 干什么坏事了 绑架王女 我都反了天了 大白天了 瞧你女儿 姐几个 咱们找找她 你们从那边绕过去 我从那边接住啊 你快点啊 好 那个快 小姐 你们姐看那个 我们俩看那个 好 小兴 小兴 妈 你去哪儿了 我以为你走了呢 我能去哪儿啊 你妈正带着一帮老子老太太 抓我呢 你赶紧下来 顺着这根白水果爬下来 我在底下接你 我不敢 没事 我在底下接着你 肯定摔不着你 小心点啊 怎么办啊 别怕 一会儿你妈又该追来了 快往下爬 快点 你 你快点来接着我呀 小心点 吓死我了 快走快走 找到没有啊 没有 没有 那边看了 那边也没有 我们平时追过去点 接着找 走 你们到前面看看 你快出来 我说你们小区 这老头老太太体力可真够好的 不是啊 我原来都是干运动员出身的吧 那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啊 不过话说回来啊 你就这么跟我跑了 你妈不得恨死我啊 那我不管 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刚才都没追上了 这小子溜太快 别呼吸 我妈 完了完了 又来了 小豆啊 这么早阿姨把你叫出来 没影响你工作吗 没有 没有 今天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你是大忙人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啊 瞧您说的阿姨 有什么话 您就踏踏实实地说 小心他有没有来找你 说他和林泽峰的事啊 说过 我知道我现在 再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合适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说了 您就说吧 有什么事 那个 你对我们小新还有感情吧 你看啊 你这孩子啊 平时话就少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还喜欢他吗 我真的要注意 哎呀 其实 从前都是我的错 嗯 十二年了 我都没弄明白 小新他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 也难怪他会喜欢上别人 其实怪我不 不能给他真正想要的 那你还愿意和他在一起啊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孩子 那就不能这么干等着了 咱们也得想点办法 小心啊 他现在感情不成熟 你说啊 他那么没脑子 他看着林泽峰什么了 我就是喜欢你 阿姨觉得你好 你善良 你性格好 小心他现在 我觉得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你要抓紧啊 阿姨要告诉你 我站在你这边 真的 您慢点 不用送了 太谢谢你们 不用谢 真谢谢你 小心啊 再见 是不是不错嘛 小心不在 这宠物店让你经营得有声有色的 独条大梁呢 小心因为林泽峰的事儿被他妈锁起来了 你说这诊所我不管谁管她 最近的以后呢 有没有在骚扰你啊 好几天没联系了 我这段时间 我这段时间冷静地想了想 我们俩确实挺不合适的 她在感情上 比我理智 比我成熟太多了 早就跟你说不合适了 你啊 你会奔三的人了 怎么心里边老住着个纯情少女啊 每天都什么浪漫啊 情怀啊 情怀啊 这个孙小琪啊 一看就见多识广啊 是个现实的人 你不是她的菜 她也不是你的菜 那谁是我的菜啊 你觉得这一盘菜怎么样 她疯了吧 珊珊小姐 给你 大哥 外头这大热天的 你穿这么多 你不怕无处费子呀 还有这围巾 纯阳绒呢 这假发挺拉风的啊 不错 哪儿买的呀 有针发做的啊 挺好的 跪着呢 让我看看真不错 我也去买一顶 这风扇也不错啊 没见过我都 你拿去用吧 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造型 很眼熟 明侯欧巴 是你吗 云雷 就是我 我就知道 冬季恋歌是你最喜欢的偶像剧 为了给你惊喜 我跑了很多地方才可以借到这套衣服 杉杉小姐 杉杉小姐 我们两个 约会吧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喜欢的偶像剧 不是冬季恋歌 是冬季爱情故事 怎么会这样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李翔 你等着我 我下次一定给你惊喜 你等着我 你等着我 说起真心话 你真的觉得 她是你的菜 我觉得 她挺浪漫的 只不过 只不过 有点过了 有时候就觉得 她脑子般好像 有点不太对 我现在觉得吧 你是她的菜 她 也是你的菜 合适 其实我觉得这样 真挺不合适的 要不我还是送你回家吧 我不要 干吗把我送回家呀 再把我关起来 我才不要呢 可是这样 你妈会担心的呀 哎呀 不回就是不回 管她担不担心呢 回去再被她软禁起来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就好比我吃一只苍蝇 然后就趴在那个玻璃上 前途一片光明 就是出不去 那咱俩去哪儿啊 不能在这儿溜达一晚上吧 反正珊珊家兔妈家都去不了 更不能回你的小区 我妈 怎么办啊 哎呀 算了 那个 要不 要不我先去洗个澡吧 啊 啊 哦 好 好 请好 请好 你在干嘛 没事 背有点疼 活动一下 那要不然我给你按摩一下吧 什么啊 你忘了 我以前是医生啊 快快快 我给你按按 不 不收钱的你放心吧 快 还行 还行 别动 别动 真按呀 当然了 也拍好了嘛 怎么样 舒服吧 挺舒服的 看我按得多好呀 就今天动得有点多了 腰疼 哎呀你们 你干嘛呢 别拍 别拍 你别拍 你别拍 你干嘛呢 人资去什么会 你们干嘛呢到底 你们都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了 相信他 快 接手拍 干嘛 干嘛 谁干见不得人的事了 哎呀 你们弄错了 不是这房间 不是 这女的也不是我老婆 在楼上呢 走走走 赶紧上去 站住 别跟我走 你们到底干嘛呢 你小子管什么闲事啊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看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看不是好东西 别打了 出手 那个 虽然他们也不对 但你也不能跟这打架呀 再说了 这酒店是人家做生意的 你这一闹多受影响啊 是 下回记着啊 好 我记住了 回去吧 对不起啊 没事 走 走 走 阿姨 我怕把门锁着了 我下不去 你别等我了 小心 快了快了快了 小心 到哪儿来了 不好意思啊 你怎么来了 阿姨打电话跟我说 你有两天没好好吃过东西了 让我过来看看你 你还好吗 我挺好的 你还好吗 然后呢 你再跟我点什么 咱们俩就这么一直磕倒下去 没有 就是 你 你来的 有点突然 我 希望我的出现 不会让你感到害怕吧 不会不会 怎么会害怕啊 我们不是朋友吗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 我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毕竟十二年 是挺长的一段时间 对不起啊 你千万说对不起 怪我自己 怪我自己非要自己 不停地准备准备准备 然后我就错过了最合适的时间 不怪你 你这样说我心里真的特别难过 特别心疼你 真的吗 你真的会 你真的会为我觉得心疼吗 那就赚得好了 总算我十二年没有白等 其实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男生 特别特别好 只不过 老天爷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 很适合你的很优秀的女生 如果我真的有那么好 那为什么你不要我呢 跟你开玩笑呢 敢把你吓的 上次走了之后我想了很多 毕竟 十二年的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得掉的 你也应该知道 毕竟 毕竟是一段挺长的时间 你不用觉得 对我有亏欠 其实怪我 其实怪我 我想好了 从今晚后 我要像朋友一样跟你相处 恋人会分手 可是朋友不会 朋友之间永远都是朋友 所以我发现如果能够跟你成为朋友 其实挺划得来的 你真这么想 我真这么想 其实 听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因为 你确实 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那就做朋友吧 嗯 怎么了 喂 聊完了 就是妈 事情说开了 一切误会就解决了 问题也没了吗 妈 我们想出去吃点东西 别呀 家里什么都有 干嘛出去吃啊 阿姨啊 别忙活了 我带她出去转转吧 好好好 那你们年轻人那个事 我就不仓活了 那就好好在外面玩啊 小心 看个电影也行 晚上不用着急回家啊 啊 那行那 我们走了啊 好 不着急回来啊 好嘞 走了 林寨峰 哎呦 哎呦 你可算出来了 要不是逗难 我妈还不是要把我灌多久呢 谢谢你啊 哎 小意思 那个回头我们请你吃饭 好啊 你点什么都行 那我可要挑个好地儿了 随便挑地方 那我们俩先走了 打电话 先走了 快点 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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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玩 过来玩上啊 你出了 跟月亮人赌啊 反正 行了 别着急了 我去那边招呼一下啊 好 您过去 你不这样的吗 老板开业 老板娘迟到 真可 亲爱的朋友们 我陈北代表第一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盛联 就这样我会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你们的到来 是 好 出来 有空就常来 我让他们给你半张打折卡 好的 小心啊 有朋友啊 不好意思 恭喜啊 你怎么来了 开业大集不通知我 不够意思啊 没有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伤心欲绝 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是吧 没有 没有 其实我今天来 是作为你们这个代表厅的 投资顾问来的 贝贝没跟你说过 他是说过要找一个投资顾问 那我们都没急着问 原来是你啊 放轻松点 纯粹是生意 我来这儿是帮你们 管理你们的收益 以及进行再投资 纯粹是生意 我绝对不会影响你 跟他的关系 怎么办 我没有这个意思 没关系 这个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我研究过了 这么大一个会所 你们还是应该早一点做准备 从现在就应该开始 物色更好的再投资项目 以及获得更大的投资费报 做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 还会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反正我认为没有 还真没有 那就谢谢你了 但是我总觉得 明白 我都明白 小琪啊 虽然我曾经爱过你 我现在依然爱着你啊 别 但是 但是我不是病毒 你用不着躲着我 而且我也会向你保证 我不会做任何让你不高兴 或者 影响到你和他之间感情的事情 我都能说到走到 好 好 我都要看过 我到处探问一下 你忙吧 好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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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风 自从你离开CES 哥几个特别为你操心 但是今天看你 弄了这么一个事 我霍蕾啊 打心里为你高兴 谢谢 其实这个地方 跟CES来比 确实是小本生意啊 不过就算它再小 我也会好好把它经营下去的 我觉得话不能那么说嘛 我觉得以你的能力 绝对会东山再起 好 来 介绍一下 这是我台游厅的合伙人 我们的总经理陈北 陈北 您好 这怎么称我 这是我一哥们 霍蕾 霍蕾 对 我霍蕾 就是 你看啊 我已经在那唱我歌 我 我特别崇拜您 我特别特别崇拜您 谈不上什么崇拜 都是泽蕾的哥们嘛 以后咱一块合作合作 咱们就互相切磋 互相交流交流 服务员过来给折 我拿点长得像服务员 这个是我们老总吧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叫服务员帮您 不好意思 林总 没事 真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服务员 误会 雨小姐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听说林泽峰弄了这个台球厅 所以我来捧捧场 她弄得还不错啊 还有她的风格 袁娜小姐大家光临 有空场来玩 要是必须的 还有什么事吗 也没有其他的 只是想跟雨小姐做个朋友 可以吗 你知道我这个人呢 一向喜欢有本事的人 这样才能够让我 学到更多的东西 互相学习吧 您不用这么看齐 雨呼吸 真的算你有本事 居然让林泽峰 为了你放弃了那么多 原本属于他的东西 你说这个话好可笑啊 我们明明是相爱好不好 而且 我觉得我们实在没有必要 在这儿聊天 做朋友 你说吧 要多少钱才肯放弃林泽峰 你认为是钱的问题啊 为什么简简单单的爱情 到你这里就变成了 恐怖要求的筹码呢 有些东西失去了 就不会再回来的 你拥有林泽峰的时候 你没有珍惜 拥有林泽秀的时候 又把他害得这么惨 现在你是别人的妻子 所以你没有资格 在我这里指手画脚 谁说结了婚的女人 就不可以再寻找爱情啊 经过这么多年 我还是确定 我爱的人是林泽峰 我相信他心里也一定会有我 所以 我不会放弃林泽峰 你确定你是爱情吗 你那叫占有 好吧 我今天明确地告诉你 这个男人我要定了 这辈子下辈子 我都不会让给你 有什么招 你使出来 我一定接着 王天泽峰 你为了